最後就是整個工作結束收工了 也搭高鐵回台北了 在分胎之前 我就跟他說下不為例 OK 那所以下次他改變了嗎 他就是瘋狂道歉之後 從此以後繼續遲到 那你還要跟他約嗎 一次兩次三次 就是久了之後 你就沒有辦法把重要的工作交給他 因為他就是永遠不會走遲 然後到最後最後一次是 我們已經工作將近一年了 還是遲到 而且他是大空 那完全大開天窗的沒有no show 然後他說不好意思 我又睡過頭了什麼什麼 我說如果道歉一次兩次是有誠意的 可是你的道歉已經完全沒有價值了 然後我就在我們工作的大群組說 夠了 從今以後off my case